不要说你录完评之后 明天很多人说你知道吗 他跟彭少在拿谁做话题 你知道吧 彭少已经求饶 我们直播间玩的太真实了 咱不要录评发 因为你们录完评 把灯状给掐了 明天晚上这个话题 我们这个尺度就要收一收了 你知道吗 你这问完之后 我没啥 我怕你明天 你惹了一堆不要的麻烦 因为别人一定会说 把谁拿到当热度 谁拿到当热度 那我们我只是把我们俩私底下的话题 不说了 来第三个问题 其实我总结一下 我总结一下 那两个问题 这样问出来我总结一下 其实这两个人 有我的感觉 包括在我生活中出现 其实都有点雷同 咱们正话反说 爱过 没心动过 没有这个意思吗 因为正好是到了那一个节点的时候 他就收了 你知道吗 就每次差不多了 明白这一说家人 每次感觉 准备往前再走一步的时候 就没了 等等我没有 能听懂吗 家人 听懂了 可以 听懂了 我真的 我不知道有的人会带这种节奏 首先我没有说人家 我是问 我是问彭少是什么感觉 对他 对曾经接触过的女孩子有什么感觉 但是我没有说人家女孩子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话题没有啥不能说的吧 有些粉丝不要太玻璃心好不好 你要太玻璃心你就不要看我们的直播 就我觉得我们聊的话题非常非常的正常 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 我问彭少有没有喜欢过人家女孩子 怎么就有的人就玻璃心就受不了了呢 你那边现在多少人 我这边1600人 我觉得加起来差不多4000人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啊 唐灵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问题给自己也有点惹麻烦的 你知道吗 真的吗 嗯 为啥呢 因为我告诉你啊 因为 我发现了互联网 对有些人呢 他只喜欢你带节奏 你知道吗 他很喜欢你带节奏 本来没什么事的 然后带一带 现在星星呢 为啥有人要 对对对 所以我跟你说 叫你注意一下尺度 你知道吗 你这问题问完之后 如果被录屏的时候 你比我麻烦 好我知道 想过这问题没有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我不怕 那么又有人会说 我们把谁当话题 去蹭流量 哎 大不了不玩了 真的 不是 我就说知道吗 就说 不是我的意思知道吗 就是不要因为我们玩玩到闹 你知道吗 搞得 一身烧 明白这个意思吗 嗯 好 我知道了 我不知道 是他那个什么 来说这位家人啊 今天我跟唐的这个 聊这个问题啊 如果是彭照的粉丝 如果是唐灯的粉丝 我希望家人不要出去带节奏 你知道吗 其实本来没有啥 但是呢 很容易出现人传人 三人从虎 知道吧 对 你觉得就被带偏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 家人们 好吧 我还是这个意思啊 不管是小丽也好 还是谁也好 你知道吗 包括唐灯也好 我希望知道吗 这几个女孩子 都能找到自己的如意囊君 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都能追寻自己想要的幸福 好不好 家人 好不好 没有谁配不上谁 没有没有没有 对 没有谁配不上谁 你家有句话说的非常好 你知道吗 包括唐灯跟大宝是这样 包括我跟跟随随也是这样 我觉得到吗 咱们多念点 多去想一下 以前在一起的时候 以前在相处的时候 多么快乐的时光 不要因为说说分开了之后 就去谈对处 知道吗 就去 说谁对不起谁 没必要 家人没必要 好吗 嗯 就说 遇事 知道吗 咱们心态要好 对不对 好吧 不要说因为 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都很开心 不在一起的时候 非要去搞点仇恨出来 真的没必要 好不好 家人 行吗 能听懂吗 家人 听懂跟我 科博弈 听懂跟我 科博弈 包括唐灯那边 家人 好不好 听懂跟我 科博弈 好吧 过去了 过去就过去了 来 我们问第三个问题吧 嗯 第三个问题啊 嗯 就是对于你来说 爱情比较重要 还是事业比较重要 必须二选一的话 嗯 你这个问题 也更好回答了 你知道吗 嗯 其实对我来说 你知道吗 嗯 你也知道 我之前发生过什么事 对吧 其实对我来说 事业你知道吗 只是我来 让自己充实的一个方式而已 就算我不搞事业 啊 蓬招也饿不死 对不对 就我不搞事业 我不去搞什么东西 知道吗 我也饿不死 我我们家里的家底 也够我够养我一辈子 嗯 要吧 所以就对我这个人来说 是 这么话反说 对吧 事业比爱情重要 嗯 懂了 能听懂吗 家人们 事业比爱情重要 呃 其实你为什么会伤心 你为什么跟大宝分开来 为什么伤心 是因为你跟我 还有一个功能的 就是咱们练就型 非常练就型 知道吗 练就 对不对 嗯 回答的好吗 嗯 好 好了 我不问了 你这才三个问题 那那那你 你帮我问一个 我自己问自己问题啊 你不是说到底 你刚才雄心壮志 信心满满的说 家人我刚才问的问题 说问的好 你们给我 给我打个好 贼真实 我直播间家人都知道 我这个人真的 我我我我这个人玩的 就是个真实 你刚才说我 我都不敢问了 别人把把问题问完 把问题问完 你这我再一问 等一会就又又明天 人家一录屏 我拿出来做文章了 我 你不要你不要牵着别人 你不要牵着别人就完了吗 你现在是不是后悔了 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 你是不是后悔了 嗯 我都提醒你了呀 我不知道 我都提醒你了呀 你不知道这个为啥就是 哎不想说 哈哈 嗯 问了来来第四个 你是不是现在心慌了 你是不是心慌了 那有些人说这话我挺慌的 嗯 没有我没有慌 我没有啥慌的 我对于我来说 就是 嗯 玩不玩这个无所谓 而且 对网暴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说你可能不知道 我经历的太多次了 这算啥 这对于我来说不算啥 我只是觉得他挺烦的 其实我跟你说实话 我贼 我我真的 贼恶心网暴 知道吗 也贼讨厌网暴 知道吗 我 我不想转用网暴 我也不想去网暴谁 你知道吗 很多家人们天天在我群里 说小丽 说王总知道吗 我一个人们说 不要去网暴谁 那没什么意思 真的没什么意思 我跟 我跟大宝分开 然后大宝他不是 他不是 嗯 把一个账号拿走了吗 然后有发视频啊 直播什么的 我刚才开播的时候 我还在跟家人说 我说分开就分开了 我说我的粉丝 不要去大宝的账号上面 去说那些不好听的 或者怎么样 因为我自己淋过雨 我就不希望别人 也去淋这个雨 我被网暴过 所以我不希望 大宝因为我的原因 被别人网暴 这不是说我喜欢他 或者什么 而是我觉得 我 我有受过这种痛苦 我没有必要 去 让别人再经受一次 对 对 对 嗯 嗯 这四个问题来 这个问题 你 你有没有可能喜欢我 有 有 嗯 好 嗯 我回来很快吧 我都不敢犹豫 我觉得我多犹豫一秒 知道吗 都是对你的不尊重 知道吗 我真的再多犹豫一秒 都是对你的不尊重 知道吗 你怕被网暴 对 对对对 这种问题一定要快 知道吗 快速回答 因为很多粉丝会 会去捕捉你的一些表情 捕捉你的一些语气 知道吗 然后又一堆节奏 约了吗 嗯 嗯 然后就第五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 嗯 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坏人 嗯 你是个坏人 你是个演员 嗯 你是个贼有心机的人 嗯 哈哈 我是不是回答贼好 好的好的 是回答的贼好 这样是吧 他是个老六 嗯 哈哈 好不好 你让我正话反说的呀 对吧 对啊 没错啊 嗯 你让回答得非常好 谢谢你 我还给你补充一下 嗯 你要不要补充 你知道吗 我要补充吧 长得又不好看 心机又重 你知道吗 第一次被人骂得这么开心 这样 他这个问题也简单是 找通行的话题啊 但是啊 我需要沉浸一下啊 咱们玩点游戏 叫做正话反说啊 叫做正话反说 好不好 行吧 嗯 嗯 好 行 说正话吧 说正话吧 咱们不玩什么商业 商业互捧啊 讲什么啊 其实你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我现在说的是正话啊 不是反话的 我不 也不是玩什么商业互捧啊 其实我在那时间发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你们的很多人认识我了过半年的 对吧 新本认识我半年的 可能还有认识我一两个月的 但是也认识我两三年的粉丝也有 对吧 其实 只有当你得到过 你才 你才能看清楚 失去的时候 身边还有谁 比如说我今天其实一个人 我不想去聊任何人的是非 也不想去说任何对错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唱了首歌 然后呢 就没什么事干了 你知道吗 当我回顾四周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下 我说能跟谁PK 我来看一下跟谁PK 我看了这个不行 看了那个也不行 最后发现 这个墙 人转了一圈之后 只有堂堂 家人们 真不真实家人们 就只有堂堂了 你知道吗 还咱们还能玩 才是玩的没有压力 才玩的很轻松 现在好像跟谁去连到吗 都会很麻烦 明白这个意思吗 家人们 明白这个意思吗 好吧 我再说一个 我再说个更真实的话 好不好 很多家人 我则比有的家人 包括对面直播 有些家人 都在带节奏 就说堂堂不好 对不对 堂堂我能直说吗 没关系说呀 行 走吧 我说一话啊 有人说 一直在我周边带节奏说 堂堂 什么有孩子了 对不对 说堂堂什么 呃演员 对不对 你别介意啊 知道吗 就说什么堂堂心机重 对不对 家人们 我还是这句话啊 目前为止 我没看到堂堂去害谁 这第一点 目前为止 我刚才在直播间 自己说了啊 我说我见过堂堂本人 你知道吗 其实女人生的孩子 跟眉生的孩子 应该是看得出来 对不对 家人 是看得出来 那时候我们见到 是夏天吧 是吧 还是夏天左右 对吧 大家 真的看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 你这么认真 看我身材干什么 你夏天你穿的也不多 随便你嫖不就嫖到吗 对不对 家人们 嗯 就是 第三个啊 嗯 我感觉啊 他们 应该是没有生过孩子 知道吗 也不像 有 像有人带着节奏一样 就是换个角度说 家人们 咱们不要去以鹅传鹅 也不要去造成个谣 你知道吗 嗯 这个问题啊 今天正好 跟你连迈哈 彭少 趁着你直播间 其实也有很多人 嗯 说一下这个事情 为什么很多我的粉丝 其实不会带这个节奏 因为有一个事情 我有一场直播说了 但是 因为我很多 直播间的家人 他不想让我说这个事情 然后我后来就没提 所以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关于孩子的这件事情 嗯 我今天 哎呀 我觉得既然一说了 我就当着 也当着彭少的面 把这个事说了 你不用说这个问题 看到 我觉得你没 你不欠任何人的解释 知道吗 就是有孩子 没孩子 这个问题 咱不要再怎么说 你不欠任何人的解释 不不不 我觉得没啥 彭少 你别说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 说了吧 也没什么 因为 其实说实话 真正正常 现实中的朋友 可能我还 反而有时候不好意思说 在网上的话 我倒没有什么 不能说的 就是 我们家确实有一个小孩 然后这个小孩 是我的弟弟 然后也是 呃 我父亲 然后 呃 带回来的 然后这个事情 对于我的家庭来说 是一定的伤害 然后有些人就拿这个事情 来做文章 然后我曾经 有一场直播的时候 跟我的粉丝说过 因为这个弟弟 对于我跟我母亲来说 嗯 来到我的家庭 都是一种伤害 彭少女听懂了 没有 我听懂 我听懂 家人们你们听懂了吗 你们听懂了吗 对 然后 是他爸爸带回来的 知道吗 但是唐当 因为这个事情呢 就是 难以其次 没有 家人们 因为这个 有句话叫什么 叫家草不能外扬 呃 其实唐当今天 敢在这边说这个话 我觉得他挺勇敢的 真的挺勇敢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有些人觉得 我这个事情很 在网络上很难以启齿 所以他觉得 我永远都不会说出来 但是 但是他没有想到 就是我确实也说出来了 就像现在我觉得 我与其让别人 拿这个事情来 伤害我 我不如 坦坦荡荡的说出来 就是说 呃 当我自己什么都不怕的时候 我就会刀枪不入了 对不对 你知道 对对对 嗯 就是这样一个 嗯 嗯 呃 行的好吧 家人嘛 嗯 我觉得 你们以前都说唐当演戏 说唐当是戏剧 对不对 对不对 包括现在直播剧眼镜 在唐当 我觉得唐当今天非常真实 是不是家人们来 试着扣一来 我觉得唐当今天非常真实 还非常勇敢 知道吗 其实我是不想他 他在直播间去聊这个 呃 小朋友的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不管是怎么样 我都觉得 是一种伤害 没办法家人 对不对 我也知道咱们直播间肯定有 我都听说的 谢谢大家